嗨,大家好,我是高知倩高老师,欢迎跟我学国际象棋。 这一节要来学习中心的意义,从苹果到甘草。 我们先要再细致地了解一下棋盘。 正中心的四个格称为中心格,中心的英文称为center。 扩大的一圈,我们称为扩大的中心。 我们把A线、B线和C线这三条线称为后裔,英文称为queensite。 我们把F线、G线、H线组成的区域称为王毅,英文称为king side。 中心的两条线,B线和E线,就叫中心线咯。 我们把第一条横线和第八条横线称为底线。 把第二条横线和第七条横线称为次底线。 我们还是回到中心上来,也就是第四、第五、义四、义五这四个格。 这四个格对于整盘对局来说非常的重要。 它好像是一座山的山顶。 在打仗的时候,谁要是占领了山顶,谁通常就拥有了整座山的统治权。 在国际象棋里,谁拥有了中心,谁就拥有了这盘棋的优势。 我们先把马放在中心里来进行比较。 数一数,它在这个中心的位置能控制几个格呢? 我们把它能够控制到的格标记一下。 一共是八个,记住了啊。 我们接下来把马换到边上。 我们再数一数,它能控制几个格呢? 一、二、三、四。 哎哟,少了一半。 好像是把马的两个后腿给绑起来了。 我们再把马放到角落里。 再查一查,还剩几个格能控制了? 一、二、哎呀,坏了。 比在边上又少了一半。 就剩两个了,四条马腿得绑起来了三条。 太难受了,没法跑了。 我们比较一下啊。 这个马在中心的时候有八个格可以控制。 到了边上变成了四个。 而它到了角里,却只剩了两个。 不用我说,你们也一定喜欢把马放在中心。 再用像来做比较。 把像放在中心一丝格里。 我们按下暂停键,数一数它能控制几个格呢? 查好了吗? 它能控制十三个格。 记住了,十三个格啊。 我们接下来还是把像把它换到棋盘的边上。 按下暂停键,查一查它能控制几个格。 七个,对吗? 好,我们最后把它放到角落里。 再数一数,有几个格呢? 七个,在跟边上一样。 是不是,区别不大啊。 但不管怎么说,像还是放在中心格里。 它控制的格比较多。 我们最后来用后做比较。 后在中心,能控制多少个格? 我们按下暂停键,查一查。 一共是27个格。 我们还是把它换到棋盘的边上。 在边上,它可以控制21个格。 如果把它换到了角落里,跟在边上一样,也是21个。 从这三个字控制的格数,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 紫粒在中心的时候,能够发挥出它本身最大的威力。 为了便于记忆,我呢,喜欢把中心比喻成苹果。 然后呢,把扩大的中心比喻成胡萝卜。 再扩大一圈儿,把它比喻成新鲜的绿草。 那最后一圈,那就是甘草了。 也许是五年前,哎呀,真是没什么营养了。 如果大家有机会骑马,在骑马之前,给它带上苹果、胡萝卜、绿草和甘草。 看看马儿,爱吃什么? 它一定是先挑苹果吃,然后吃胡萝卜,最后才吃甘草。 国际象棋当中的马,只要放在扩大的中心里,它就可以控制八个阁。 它吃到营养丰富的胡萝卜,已经很高兴了。 小朋友也要多吃胡萝卜呀,吃完之后,眼睛亮亮的。 学完这一节,再下棋的时候,如果有机会把马走到扩大的中心里,让它去吃胡萝卜,就不要让它走到边上,去吃甘草了。 这个小马,一定非常非常喜欢和你做朋友。 接下来,是我们的亲子互动。 这一节的亲子互动,是找位置。 请家长们把棋盘的横竖坐标用纸蒙上。 家长,纸一个格儿,孩子来说出这个格儿的名称,至少要在五个不同的区。 比如中心,王毅,后毅,底线和次底线。 好,我们下一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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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